阿斯匹林能清除足底硬皮?足部保养的居家配方。 我们的脚丫子需要细心呵护。 整日四处奔波,它们支撑住全身的重量,承受每个步伐带来的冲击。 因斜袜摩擦、皮肤前噪等原因,脚跟、拇指内侧或脚掌出现后检视常有的事,不仅难看,还会造成发炎、疼痛问题。 要如何妥善照顾双脚? 以下教您如何利用一些居家用品,回复双足水嫩肌肤。 材料中包括阿斯匹林,靠它的独特成分,帮助我们清除脚上的老茧及后皮。 阿斯匹林如何对付老茧? 有世纪之药之称的阿斯匹林,数百年来在全球广泛的被人们使用,它能舒缓头痛、发烧以及对付某些循环系统疾病、心血管。 它也是最常被用作消炎止痛的处方药物之一,以证明阿斯匹林具有消炎和神经保护的功效。 然而,阿斯匹林的用途不仅仅在舒缓疼痛或降低心血管受损,即使它也有美容方面的用途。 例如,用于防治痘痘,去除脸部瑕疵等肌肤问题。 这些被证实能有效的治疗因长期摩擦导致的足部老茧,也可同时解决香港脚问题。 是因为阿斯匹林含有一种称为Bitter,抢基酸的脂溶性化合物,一种水阳酸,许多是受的去角质产品都含有这种成分。 最棒的是,这种成分具有消炎作用,能促进血液循环,治疗身体各部位因循环不良导致的疼痛。 还不知道阿斯匹林的妙用吗? 以下将告诉你如何使用它,和其他材料调制成足部保养,自然疗法配方。 配方备制于使用方法。 该方法既省钱又有效,且绝不会对肌肤造成伤害。 材料。 4颗阿斯匹林。 1颗柠檬。 开水,晾一汤匙。 浮饰一块。 袜子。 制备方法。 将4颗阿斯匹林用盐波捣碎。 如果没有盐波,可以改用叉子或其他重物。 将粉末状的阿斯匹林放入前进的玻璃杯中备用。 柠檬切成两拌,榨取柠檬汁。 将柠檬汁加入杯中,与阿斯匹林粉末混合,加入开水,形成糊状物。 使用方法。 柠檬汁。 清洁双足后,将糊剂配方涂抹于老茧,厚皮处。 用袜子或毛巾覆盖。 待20至30分钟,让配方发挥效果。 再用温水冲洗。 接住,取衣服时,温柔地摩擦肠碱的部位,用小去除死皮及脚质。 将脚擦前。 每周使用两次。 让双脚恢复光滑,健康肌肤。 注意事项。 为避免旧病复发,请避免穿高跟鞋或过紧的鞋。 可使用凡士林来滋润双脚,其具有饱水及防止老茧形成的功效。 为你的鞋子做清洁除臭,防止真菌等病菌感染。 老茧导致的疼痛,发炎症状若几周之内没有消退,建议前往医疗单位,请医师做适当诊疗。 透过以上建议极简单的配方,妥善保养您的脚丫。 你会围棋效果感到惊讶,赶紧来试试吧。